行人終於都過完了 這時駕駛要右轉 突然間遠方一名黑衣婦人 小跑步往前衝 看到有人離讓 不斷揮手示意 向駕駛表達感謝 卻一個沒踩穩 重摔倒地 誰也沒料到 這一幕會是婦人的最後身影 從後方行車記錄器拍下 黑衣婦人就倒在陰影裡面 爬都爬不起來 沿著最內側行駛的貨院駕駛 疑似視線死角 沒有看到地上的人 碾過後車體產生巨大起伏 婦人受困在車底 目擊民眾們趕緊報案 救護人員到場才終於脫困 但已經來不及了 10號中午將近12點 在台北市大同 民權西路捷運站旁發生這起死亡車禍 穿著制服牛仔褲的 就是肇事的61歲理性駕駛 在現場先初步製作筆錄 他是貨運公司的駕駛 當時正要去送貨 沒想到右轉 卻沒注意地上的婦人 黏了過去釀成死亡車禍 穿越馬路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小跑步的動作 但是他就是不慎摔倒 那跌倒之後就是倒在原地 然後沒有爬起來 然後結果那個小貨車經過的時候 右轉的時候 不小心把它抿壓這樣 貨車後續被扣留在大同分局外 車頭裡面的貨物 還是要繼續運送 尤其他同事到場 幫忙繼續接手 而肇事的理性貨運駕駛 被以過失致死罪 寒送法辦 想都沒想到在斑馬線上跌倒 倒地的這12秒鐘 竟然會釀成一絲 TV 變成王靖倫蘇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